看着远去的马车,听着四周隐隐传来的喧哗之声,范贤稍微放了些心,安排藤字京去二十八里泼庆渔堂,便是要趁着此时京都的混乱,想方设法,将庆渔堂的那些老掌柜们接出京都,散于民间。 这不是范贤突然生出的念头,而是从一开始,他所拟定的计划中的一环。 这些老掌柜对于范贤来说很重要,而他们脑中对内库公益的掌握,对那些机密的熟悉,对于庆国来说更为重要。 皇帝陛下虽然念着旧情,留了他们一命,但绝对不会让他们离开京都,落入到别的势力手中,从叶家覆灭至今,已有二十年时间,如果想要把那么多老掌柜统统带出京去,基本上是一个不能完成的任务。 可是长公主和太子的谋反,京都的混乱,则给一直苦心经营此事的范贤,留下了一个大大的机会。 京都众人皆以为陛下已死,宫中乱成一团,京都大乱,一抹亮光陷于范贤眼前。 只是他现在着实没有什么人手可以利用,加之后来隐约猜到陛下可能活着,他便将这个计划暂时停止。 然而太平别院里,长公主最后附在他耳边说的那几句话,促使他下了最后的决心。 当然,即便没有长公主的那些话,范贤依然会想方设法利用当前的局势。 皇帝陛下和长公主的争斗从一开始就在另一个层面上进行着,而范贤虽然一味沉默,似乎只是一个被摆动的棋子,其实也有自己的心思。 他料准了京都避乱,选择混水摸鱼,火中取栗,目光与手段着实犀利。 不及安抚悲伤之中的玩,范贤转伸出了府门。 长公主的遗体此时便摆放在后援一座优势之中,他要回皇宫处置一些更紧要的问题,既然知道了皇帝陛下安好无恙的消息,在整件事情的安排上,他必须要做出一些强有力的调整。 不料刚一出府门,便有一对骑兵踏陈而来,范贤眯眼去看,不知是谁的部下。 如今京都局面早已大定,定州军掌控宫外,夜重极老城的将皇宫的防御重新交给了大皇子,城内已经没有成建制的叛军。 来的人果然是定州军,一名浑身血污的校官拉挺马江,连滚带爬跑到范贤身前,皇集说道,公爷,大帅有急事通报。 沁国猛将牛人无数,各路大军都习惯性地称呼自己的主将为大帅,就如征锡军旧部称呼大皇子一般。 这名校官,既然是定州军的人,口中的大帅,自然指的是夜重。 范贤一惊,心想,莫不是京中又出了什么变数? 他本来此时就急着要见夜重,也不急多说什么,一拉马江,随着那一小队骑兵向着东华门的方向驶去。 沿路沉默听着,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 范贤听着那名校官的讲述,才知道,自己在太平别院的时节,夜重已经找了自己很久。 原来太子城前,竟是被夜重堵在了东华门下,此时两边对垒,正在进行着谈判,不知为何,里城前要求自己去见他。 夜家虽然忽然反水,但叛军依旧是大,残兵的战斗力也不可小觑。 范贤根本没有想到,太子竟然会被困在京都。 此时看上去大势出定的城内,原来在安静的某处城门下,还引着如此凶险的对峙。 他的眼瞳微缩,倒吸一口凉气。 如果叛军被逐出京都,一旦也站起,与自己没有丝毫关系,自然由夜家及忠于陛下的各路军方接手,可是被堵在了东华门。 太子为什么不冲出去? 一面威律思考着,马蹄却未停止,没有花多长时间,强行驱散开往正阳门方向拥挤出城的京都百姓。 范贤一行人来到了东华门前。 东华门前一片安静,死一般的安静。 被城门司及定州军围在一整条长街上的秦家叛军,紧紧握着手中的兵器,紧张而慌张绝望地看着四周的军队。 叛军正中央,秦家几位家相的脸色已经变得十分难看。 双方在东华门下已经对峙了整整一个时辰,在太子的强力约束下,叛军没有向东华门发起总攻,也没有向定州军发起反突围。 而率领定州军包围此地的叶仲也展现了异常良好的耐心,就这样消磨着时光,等待着太子要求必须到场的范贤到来。 叶仲耐心好,叛军的将领却是度日如年,汗水刷刷地在脸上流过,然而他们也不敢轻动,因为败事如山,真要站起来,只怕活不了几个人,但他们也不知道太子殿下究竟在想什么,试涉谋反,哪里还有活路。 众人拱卫中的太子李承前,表情显得格外安静,只是有些憔悴,并没有太过慌张,直到看见远远使来的范贤才叹了口气,似乎心定了一些。 定州军骑兵如波浪一般分开队伍,范贤单骑从街中持过,来到了叶仲的身边。 看了对面的太子殿下一眼,皱了皱眉头,不知该说些什么,转而偏头,凑在叶仲耳边,轻声说了几句什么。 叶仲的面色一喜,眼睛也亮了起来,旋即便是一阵心计,知道自己先前的保守给太子留的时间,算是对了。 既然皇帝陛下大难不死,那谋反的太子该如何处理,应该交由皇帝陛下圣断。 虽然是位谋反的废太子,可依然是皇帝的儿子,义重身为二皇子的岳父,自然不愿意太子就这样活生生死在自己手里。 范贤抬眼看着太子,太子回望着他,发白的嘴唇微抖,似乎终于下了极其重要的决定。 私生缓缓说道,你来了。 叛军缴械投降,成为定州军刀枪所向的阶下囚。 秦家几位嘉江也一脸绝望地被秦拿倒地。 京都的战士暂时告一段落,夜仲率着大军护送着一辆黑色的马车,往皇宫的方向驶去。 黑色的马车是监察院第一时间那条过来的,此时的马车中坐着两个人,一个是范贤,一个就是太子李承前,兄弟二人坐在幽暗的车厢内,许久都没有人开口说第一句话。 我答应你的第三个条件,可能有问题。 范贤眼帘微垂,用一种抱歉的语气说道,如果我办不到,你不要怪我骗你。 太子李承前,不愿意无数叛军无故士兵,因为自己的缘故送命,以极大的勇气投降。 而他要求范贤亲自前来答应了他三个条件,才肯束手就擒,因为李承前清楚,在此时的京都,手握父皇遗诏,又有绝大多数人支持的范贤,比起拥有大军,却心中安静的叶重来说,说话更有力量,只要范贤肯答应自己。 朝廷里就没有人会再为难这些普通低氏族。 此时听到范贤这句话,太子承前以为范贤反悔,盯着他的眼睛,愤怒说道,为什么? 一般低氏族性命我可以争取一下,但我也不敢保证他们能活下来,虽说他们只是些炮灰,可是,这是谋反,庆律虽不严苛,可也没有给他们留下活路。 太子听不懂炮灰一词,但能猜到是什么意思。 范贤望着太子有些苍白的脸,叹了一口气说道,至于那些参加到叛乱的官员和将领,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。 我知道他们也活不了,但至少希望你不要株连都是大户之家,一旦沙江起来,只怕要死上数万人。 里程前的脸色有些阴沉,希望范贤能再次承诺,毕竟先前在两军之前,范贤是亲口答应了的。 抄家面门,还是株连九族,这不是我能控制的事情。 范贤的眉头皱得极紧,片上后说道,就像先前说的那样,答应你的事情我会尽量去做,但究竟能保住多少人,我,无法保证。 范贤的眼前浮现出一幅画面,无数的人头被斩落,无数的幼童被摔死,无数的达官夫人小姐被送入官方之中,送入营方之中,永世不得翻身。 纵使她是个冷血之人,一旦司机京都,马上便要来到的惨剧,依然生出了些许良意。 男人们为了自己的权力观绝而谋反,最后承担悲惨后果的,却不只是他们,还有他们的妻子,又不知事的儿女,甚至是老家的远房亲戚。 亦或是很多年前的朋友里程前浑身颤抖着,一手攥住了范贤的衣领,苍白微距的脸上流露着难得的勇气,低声咆哮道, 如果不是你答应我,我怎么会降?我怎么会甘心做你的阶下囚? 范贤没有去挣脱太子无力的双手,压低声音吼了回去,不降。 难道你真想在乱军之中被人杀死? 里程前一正,从范贤的话里听出了一些别的味道,攥着他衣领的双手下意识里松开来,颤着声音说道, 我这个太子已经废了,马上就要死了,而你是坚国, 大学士们都支持你,就算平儿登记继位,你也是帝师,你开口说一句话,谁敢不听你的? 范贤脸上的表情有些淡漠,开口说道,陛下,还活着。 里程前咒文此讯,双臂无力地垂在了膝带之上,虽然业重反水之初,他已经猜到这种可能性, 可一旦真的听到这个消息,依然难免震惊。